近日,骑士对内线汉奖TT唐普森和勇士对追梦格林的洛杉矶夜店冲突意外从各大媒体头条。 据之前报道,两人在夜店相遇TT是冲突的主导者,格林试图为总决赛第四的冲突事件向TT道歉,但TT并没有接受格林的道歉,随后两人的冲突升级,而TT在冲突中击打到了格林的面部。 但事实上两人冲突升级并非这么简单,据美记POPLOWERS抽在一档节目中,透露,不久前骑士中锋TT和追梦的冲突细节,知道冲突内幕的该记者表示, 两人冲突的导火索是格林多次拿和了卡戴山以及詹姆斯的离开骑士开玩笑,TT忍受不住才导致冲突升级打到追梦格林的脸,不过之后在杜兰特以及詹姆斯的劝说下, 两人在冲突后,便冷静下来进行了交流,完成了和解。 事实上,虽然骑士队和勇士队连续四年在总决赛上相遇,但两人的恩怨在2018年NBA总决赛上才真正开始,18年总局赛中记忆,比赛时间只有十几秒了,勇士有绝对比分领先。 李文持球,在快到24秒时选择了投篮,TT认为你大比分领先,其实也放弃了防守,这球勇士没必要进攻,根据不成文规则,这完全是侮辱人。 所以TT强行把李文斯都拉下来,被吹了屁,格林鼓掌,惹怒了TT,TT直接将球砸在格林脸上,TT表示场外界,格林也表示随时奉陪。 这个总决赛永世横扫,其实之后,TT为表达尊重,TT主动和格林示意握手,庆祝他们,拿到总冠军。 但格林拒绝,也许格林这些举动已经成为TT痛恨他的导火索,这些都是篮球场上的东西,双方都想通过各种办法赢得比赛无可厚非。 但是当两人在场下相遇,本来就应该一笑敏恩仇,遗憾事情并非如此。 若两人夜店冲突细节报到属实,格林正拿克勒卡戴莎和詹姆斯离开骑士挖苦TT,那确实有些过分,这样TT肯定会很恼火。 换作谁都是一样,非要打一下巴西情绪。 对于TT来说,她和感情丰富的大姐克勒卡戴莎在一起,的时候就一直被人调侃,人们都在质疑他们两人的感情。 TT也是有苦说不出,为何自己跟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会有那么多人调侃,而格林又当面拿克勒开玩笑。 TT自然很不乐意。 至于詹姆斯的离开,也许TT不会感到什么,但不管什么样,詹姆斯可算是她的大哥,她的大合同也是詹姆斯争取来的,输掉总决赛。 格林又在讽刺詹姆斯离开,TT心里却是夜不爽,好在两人夜店冲突升级后又和解,但月下赛季两人在相遇,那时候别再闹出什么肢体冲突打架的事情来。 感谢观看